而今天凌晨新出现竹北一对夫妻疑似洗澡时户外 行热水器装在阳台 然而又装设了铝门窗阻挡排气 造成室内一氧化碳中毒 夫妻两人送医 政府不治 女子被台上担架送医救治 跟她出现同样头昏晕症状的还有枕边人 凌晨夫妻两洗完澡一躺上床就陷入昏睡 洗完澡后有发现头昏 那有晕眩过去的情况 后来醒来的时候 发现该患者的先生叫不醒 30号凌晨警销接获报案 新竹县竹北市县镇10街的一处大楼 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42岁丈夫协议一氧化碳浓度高达63.1% 抢救无效死亡 32岁的妻子恢复疫事 但人住家户病房观察中 原来他们家的热水器虽然装在室外 但阳台加装铝门窗阻挡排气 导致一氧化碳无法完全排出 同一空间室内的居室内安装屋外型的热水器 加上该户的开口 就是窗户都在同一侧 即使它开了煤扇窗开了小缝 能无法让室内空间有良好的通风 根据统计光是今年1月30号为止 全台5个县市包括彰化台中台北桃源及新竹县 都发生过一氧化碳中毒案件 造成一人死亡 十人送医 住家他们在室外的阳台还会再加装一些 例如说铝门窗等等 那有时候天气冷的时候就会把窗户关起来 那空气量不足的话 我们的热水器就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一氧化碳重度 阳台应该完全通风 不应该堆积杂物 高楼层也要注意因为风力较大 有可能把一氧化碳摧毁室内 天冷洗热水澡也要注意通风 避免旱事发生 记者严荣新竹报导